上午7點20分 氣象時間 要提醒北部的觀眾朋友 準備外出的話記得要帶傘 因為要變天了 而南部一就是好天氣 我們先來看一下及時的影像 就很清楚看到 畫面中是高雄壽山情人觀景台 是不是感覺四眼零死角呢 可以看到整個高雄市的景色 是非常好的 而且剛剛有看到有暖陽出來囉 代表太陽公公出爐 今天會是好天氣 而且是晴朗的天氣非常適合出去 上班上課當然也會有好心情 只是南北的天氣有一些不一樣 我們來看今天的地面天氣圖 可以看到北方有封面 正準備通過台灣 因此接下來 分明通過緊接著就東北季風了 所以北台灣有個好天氣說拜拜 今天開始降雨也會降溫 從氣象署的降雨預測圖卡來看的話 真的是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喔 今天的降雨範圍以北部和東半部為主 相當明顯可以看到尤其是 東北部像是宜蘭地區 雨勢真的是滿明顯的 所以要提醒北部跟東北部的民眾 外出一定要帶傘 而這樣的降雨範圍到了明天星期三 降雨範圍會慢慢縮小到 直線下大台北跟東半部 而星期四 東北季風減弱了 可以明顯看到降雨雨勢是趨緩了 只剩下東半部地區 而其他地方大多都是 多雲倒勤的天氣形態 至於這一波的降溫幅度又是如何呢 我們從三日的預報來看的話 這一波涼空氣對北台灣的高溫降幅 是比較明顯的 跟昨天相比的話高溫一口氣 降了近10度左右 我們先從北部來看 今天的高溫大概是22度 不過昨天您還記得嗎 蠻舒服 而且有點偏熱 那時候高溫已經接近30度了 所以北部呢 今天的高溫只剩下22度 那麼低溫大概是18度左右 中南部的高溫依舊維持28到30度 而低溫20到22度 所以中南部要留意的 就是日夜溫差是比較大的 尤其今天晚上呢 溫度越晚會越低 所以要提醒早出晚隔的朋友 記得要戴一件小外套 另外要提醒 桃園 島台南 橫川 半島 以及沿海空礦地區跟離島 會有8到9級的強陣風 海外作業一定要注意安全 接下來來看一下氣象的小丁寧 要提醒北部跟東北部 今天一整天感覺都是 濕濕涼涼的 而且一再提醒高溫 真的是降得滿明顯的 接近10度的降幅 所以一早出去的時候 還是感受到涼意 會想要穿一件小外套的 還要記得戴拔傘 尤其跟昨天相比呢 感覺會是特別明顯 那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要留意的是日夜溫差特別大 當然也要戴一件小外套 而明天開始 東北季風慢慢的減弱 那麼水氣也會開始減少了 到了星期四星期五兩天 可以期待的又是好天氣 以上氣象資訊提供您做參考